今年的Nobel医学奖给得非常不伦不类,我感到非常不公正,也为陈列平教授这个领域的实际贡献者名不平。 耶鲁大学重流中心免医学主任陈列平教授简介, HTTPS,Manderson Yale,Apple BBS Hippolyping Chain, Profile理由如下, 一,如果是因为发现基因得奖,那发现TL4的是Pierre Goldstein,发现PDE的是Holmio,发现PDL1的是陈教授, 而PDE之所以和其他Immune Inhibitory Receptors,比如TL4,Laxxene3不一样的地方,是其配体在肿瘤A环境的调控作用,这点是其最特别的地方。 二,如果是因为发现新基因Pathway在肿瘤的作用得假,那发现PDE次抗体肿瘤作用的是Alison,发现PDEPDE途径抗体作用的是陈教授。 这点从文章和专利都有很多的证据,东大做了一点点肿瘤的工作,比陈教授都晚,而且后牛只是挂名,这些工作还是东大另一个教授Linato做的。 三,真正把PDEPDE连在一起,发现interaction的不是Fremenshire Clive Wood,后者因为种种原因,其供现不为人所知。 四,得教育由是Forsi Discovery of Cancer Therapy Unnegative Regulation of Inhibitory Pathways 听起来有点像第二点,但给的却是不伦不类的人物组合。 五,如果是考虑到给第三个人,可能造成给不了Fremenshire Clive有冲突,但因为发现interaction的事物的我觉得冲突应该不存在。 当然也有朋友提到可能是最近瑞典中国游客事件的影响。 这个有点扯,但是也不是没可能。 六,恭喜Alison和Hongyo,他们都是免疫领居的先驱。 Alison Co-Discovered,TCR,Hongyo,还是Ed的发现者。 而陈教授是种流免疫领居的先驱,给种流免疫免疫调节,分子的奖付给陈教授,是Nobal Prison Committee的重大失误。 当年TLR的奖露掉了同在耶鲁的Wrestling DNA结构的奖,露掉了女性科学家Franklin。 她们的贡献,值得称告。 其由衷感谢陈教授的种流免疫领居,30年的她是心情的耕耘。 她是这个领域真正做出最有创造工作的科学家之一。 从1992年第一次把BG分子引入肿瘤,到发现4BB,PDLEPDE,BCH234,Vistapd,一小时,Light,RalphBCH5CDR8H,以及后续很多新分子新突进的抗肿瘤功能。 毫不夸张的讲,陈教授奠定了肿瘤免疫免疫调节,分子凝聚半个江山,这点也是独一无二的。 这些贡献远远不止PDE,拯救了无数肿瘤患者,念远远大于这个奖本身。 KTL4的作用机制和PDE途径非常不一样,PDE-E療法的效果比KTL4也好得太多了,两者完全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,没必要要放在一起来评价。 我对Mobile委员会的决定表示遗憾,其路慢慢起修远系。 肿瘤虽然因为PDE-E有所突破,但是一切还只是开始。 我们后备只有加倍努力,期待能为肿瘤病人带来更好的手段。 这里上传一篇相关研究论文,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。 同时请注明王俊科学网博客,连接地址,http,blog,science.cnblog.3399332-1138299,html。 注意,有双入竹更新了,此次改版后,每个用户最多可以设置12个长度订阅号。 这些订阅号,将以往常的大图封面展示。 为了不错过科学网的推送,请根据以下操作,将我们新标吧。 点击科学网进入公号页面,点击右上角的菜单选择设为新标,搞定。 关注我们号,fancy.com 长按复制,或长按下方二维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